主播出联播,今天我来说 今天下午,习近平主席会见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负责人 这场会见当中提到了四个罪 习主席说,人道主义是能够凝聚不同文明的最大共识 中国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 新冠疫情以来,我们开展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全球人道主义援助行动 另外,我国也是获得第49届南丁格尔奖人数最多的国家 这届南丁格尔奖一共颁给了37人 而我国有7名护理工作者获此殊荣 这四个罪,从理念到行动,从国内到国际,从宏观到威观 都表明中国是人道主义事业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 中国人讲道义,中国是一个公道、正道、有道义的国家 中国文化追求的是人者爱人,天下一家,没有独善其身 这和人道主义精神也是相通的 今天也是第八个中华慈善日 很多爱心人士、团队以及捐赠企业都受到了表彰 数据显示,截至目前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超过1.3万家 年度慈善捐赠总额最高突破2000亿元 咱中国人是很有爱心的 前几天,一位老人的离世引发了大家的无限哀思 他就是老阿姨公权真 扶贫即困,捐资助学是他一辈子的事业 对公权真老人的善举想到了一个词 高山扬之人 当然了,还有更多的爱心和善行并不为大家所知 有的是顺其自然,有的是举手之劳 捐低成和,兴火成聚 崇德扬善,勿以善小而不为 可以说,这就是人道,为人之正道 感谢观看